播效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 哎 范伟 回来一起玩一盘 不了 你们玩吧 别啦 没有 我刚好还有事 我先走了啊 没劲 太没劲了 下次再追吧 好吧 慢点啊 嗯 把这张卡拿着 是 上一个 那一颗 这一颗多好 你不会说 让我当他司机吧 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 你别忘了 你的身份 我先走了 别别别 初龙哥 你不能走啊 你走了 谁开车谁送酒去啊 嗯 今天你太辛苦了 你得多吃点啊 那个 郭郭 嗯 公司今天我得赶的文件 我得先撤了 酒酒就麻烦你们兄弟俩了 那你 把我那文件也给赶了呗 行 你不会说 要我送他回去吧 嗯 谢谢了 你给我走了 走吧 喂 喂 喂 就你忙完了吗 那咸的我知道了 嗯 拜拜 好 谢谢您啊 师傅 把包给我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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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我就不信你了 你拿着吧 嗯 给我吧 拜拜 等我一下啊 你有什么香水啊 雕牌 你帮我喝的茶包着就好了 哎 哎 你都不用脸下西域啊 你这个人真是没有礼貌 你摔我 你才没礼貌呢 咸牌 还出香水啊 哥 走 六千人 富二代 哥 你家这么大吗 不 呀 你呀 你呢 嗯 嗯 你呢 嗯 来 尝尝 好吃吗 好吃 真好吃 走 一千六百五年 三月一月 九州南州西洛根 整齐日而成的 比喻物 谁啊 여러阶段 同时也没得到 不得了 不得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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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 你怎么来了 今天要搬药啊 进来吧 嗯 你早怎么着 现在是废了 彻底不能走了 那你今天怎么回来的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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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朋友送我回来的 朋友 哪个朋友 雷米啊 还能是谁 雷米在家吗 他说他要回去 赶一篇稿子 最近他帮我忙 酒吧的事情 自己的工作来了一推 来 我帮你把脚 给学生上点药啊 我自己来的 不用了 来 我中了是吗 轻点 弄 弄疼你了 我轻点啊 还挺肿的 是啊 好像有一点点发炎 不能不能碰可疼了 是吧 这个是我先去买的药 他们说这个 对脚伤特别好 真的 我从来没碰到过 这么刁麻的人 行了 你就别老说人家了 我觉得人家久久 现在做得挺好的 除了那种蛮不讲理的 你看人现在 就比如说 我现在的设计方面 我给人提出什么要求 只要人觉得是合理 肯定的是就就就相信我的 不会坚持己见 是因为你没有看到 他猙獰的一面 太可怕了 我理解你的意思 那你说咱现在 同在一个屋檐下 那能怎么办呀 就收一收你们高傲的头子啊 大哥 请问你是我弟吗 老帮他说话 不是呀 真是的 他怎么办呀 你这 你就不能收拾我们的脾气 福乐 他答应你他一定会来吗 他一定会来的 我给他打个电话 问问他到哪儿了 尽附俄 我告诉你啊 听福乐 在这个中修没完成之前 你必须哪儿都不去跑 时时刻刻地让我 让我看着你的存在 这个 喂 说 好 好 我现在过去 一会儿就 晚上好啊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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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还挺细心的 下班了还来给我换药 谢了 这不是什么幸福的呀 等你因为我每天都来你 就 用剪刀了 就 用剪刀了 谢谢 好像记得有 有点丑 没事 你还挺细心的 我自己来吧 没事 这个我实在是不太在好 晓晓 你确定今天雷米加班吗 你还挺细心的 晓晓 我 你 你笑什么呀 你现在的这个表情 让我想起小时候 你想骗我糖果汁的样子 你 其实我知道 我每次跟你表白的时候 你都故意插开话题 但你应该知道 我是真的喜欢你 我不急着让你表态 但是 你能不能证实 我们之间的关系啊 行吗 你 你 用什么相说 阿玛丽 怎么了 没什么 这就好 我 我突然觉得好可爱 冰箱里好像有好多喝的 你帮我拿个橙汁吧 给自己拿一个 去 去 好啊 雷米 你不是加班去了吗 加班 你加完了 我先上楼啦 你现在没有什么 你先去 我先去 那我先去 你先去 我先去 你先去 我先去 我先去 你先去 小小 小小 你喜欢中式婚礼 还是西式婚礼 我没想过 女孩不都会想象自己 结婚式的场景吗 我就没有啊 我无所谓 你怎么能无所谓呢 你得提前想好 然后给我点准备的时间呀 对吧 我 不太喜欢你的香水吧 那 你喜欢什么牌子的 要不你试试雕牌吧 雕牌 嗯 雕牌 行 那我下次换雕牌 福乐来了 大哥 刘伯 您姐 果果 进来吧 来 还生气啊 行了 行了 妈 吃饭吧 刘伯 要打他的话是点劲 真是我亲哥 刘伯 你哥又招你了 他们拿我那三万块钱嘛 给我惹那么多麻烦 是吧 那三万块钱是婆婆的吗 不是 那三万块钱是人久久 给我买装修材料的钱 你别听他说 怎么了 不是 我受那么大委屈 我还不能说两句了 我今天当着刀割面 跟陈玉姐面 我必须得控诉你一下 就为那三万块钱 我差点我就进了派出所 我 怎么回事 没事 搞定 怎么搞定呢 他答应给人酒酒 给人施工 还加上十个月的服务员 十个月 谁让你掏钱给我装修啊 给你装修 我这家里也没什么变化啊 装修哪儿了 你到底吃不吃饭 你不吃饭你就走啊 不是 凭什么走啊 不是 我跟你说你 闭嘴啊 走 你一个人怎么干得过来 什么一个人 这不把我连累上了吗 现在整个施工队 就我们俩人怎么干呢 你要是跟裴宁姐也加入进来 我们就有四个人 行 我去帮你 我也去帮你 真的 不用 用 你耽误了工期你负责啊 再说你干吗 再说我就揍你 你再拿回来 你干 干 干什么你 我都多大了你还大 我跟你说了我严重抗议抗议 你们管不管啊 抗议你走啊 我 我就不走 你走不走 我 我就不走 你负责别说话 我这边 烦你 师兄 吃饭 你这边 我这是 你这边 你这边 我都熊了 你这个 你看我 我还不过 你这边 我还不动 你这边 你这边 我还不动 你这个 最近那个 吴赖是总来找你麻烦的 谁啊 就是那个跳楼的那个 你说丁福乐啊 对啊 没有啊 那他最近走来找你干什么呢 雷米 我拿杯牛奶马上就上楼 你今天不是已经喝过牛奶了吗 那我看会儿电视吧 车辆都打开了 别打开了 差不多了 先走了啊 好 再吃一点吧 够了够了 坐会儿再走吧 我 我也回去了 我落那锅锅圆去了 你走了啊 大哥 走了啊你啊 走了 再起啊 走了啊 大哥 走了 好 再见 拜拜 你俩和好了 你俩和好了 没有 我改变策略了 我想好了 她说我是她妹妹也好 是她女朋友也好 只要我能一直在她身边 我能看着她 能照顾她 对她好 这就够了 我相信只要我认真的 去喜欢一个人 总有一天她会再接受我的 你说呢 宝刀 对 再 再吃点吧 不吃了 嗯 嗯 去学校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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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她的工作 我看着她的工作 你还要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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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走了 那我送送你吧 对啊 送送帮我吧 不用 送送 就你脚肌都快要了 谢谢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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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干嘛 你能不能对范围好一点 我对她没有不好 哪儿好啊 你对她热情一点好不好 你看人家对你多好啊 现在几点钟了 我们两个女孩子在家 她一个大男人多不方便 妈 还没睡 你回来了 那三万块钱怎么办了 完成自己吧 妈 不用担心 搞定了 怎么搞定的 叫哥哥帮他们 多设计几个项目 拿设计费去还他们 真的 好了 罢了 她刚睡醒了 她这些天啊 咳嗽得特别厉害 震能我都心疼 可医生开的药 她又不敢吃 怨有不住 药又不吃 不行的 她说呀那些药 都是进口的 贵 吃完了还得买 又得花钱 该吃得吃啊 钱在想办法 好了 早点休息吧 早点休息吧 好了 我到了 你今天没喝多吧 没有 那就好 走了 裴云 怎么了 你今天晚上的菜 做得很好吃 谢谢 拜拜 拜拜 轩哥 喝杯酒吗 来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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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一杯 喝一杯 走开 喝一杯嘛 快喝了 喝一杯嘛 走开 走开 真没劲 少爷 国内现在很流行雕牌吗 国内现在很流行雕牌吗 什么 我说你明天给我买一瓶雕牌的香水 送到我办公室去了 是 少爷 你先回去吧 你了 顾鹏吗 你要死吧 不知道 干嘛 你还妥得很好吃 快换个行雕牌 不如你搬出去吧 为什么呀 我想把这屋当实验室 做梦的那屋 应该够大了吧 要不 你帮我找个地方 成 我给你想个办法也行 但是你必须答应我 我爸跟你九九 签的合同去行完 你真有办法 你先答应我 你是不是真有办法 我能没办法吗 想不想 给句痛快话 在哪儿啊 要不说你笨 快 给 求求求吧 后面有个仓库 有个什么 仓库 妈 回来了 你这么晚了还没睡啊 睡不着 好 怎么 肩膀又难受了 来 没事 我帮你按 好得很呢 没事吧 来 我帮你按 我真难受了 会找你林阿易帮我按 去找小九了 给他去送了点药 对啊 他就受伤了 您是该去看看他 多照顾他 来 坐下 妈知道 你不愿意去见尚大人 但是在你没娶到九九之前 你还得讨好他 一个真正成功的人 一定要学会等待 别忘了 你还有更大的目的呢 嗯 这么晚了 还有人给你发短信啊 好 我英国的同学 我还以为是九九 妈 我 我先回去休息了 好 去睡吧 那您也早点睡啊 好 好 这么晚了还不睡 九儿 我寂寞 怎么了 睡不着 睡不着 我今天晚上 要跟你一起睡 那我可警告你啊 晚上睡觉的时候 别再用你的脚来压住 那可不一定 我觉得吧 谁娶了你也挺倒霉的 就等于是 娶了一座小山 娶了你也好不到哪儿去 谁要是跟你好了 不出半个月 准得变成精神分裂 去 谁说的 谁娶了我谁幸福 九儿 我觉得樊尾挺爱你的 他跟你说过我爱你吗 我不相信爱情啊 如果这个世界上 真有爱的话 那为什么我爸跟我妈 会离婚呢 你爸你妈的事 还真是对你影响挺大的 可是樊尾真的对你很好 如果你们两个在一起的话 说不定能治愈 你受伤的小心灵呢 你喜欢这款的 我怎么可能喜欢 我不可能跟你抢呢 你放心啊 我喜欢的是鸡肉男 还是鸡肉男啊 这么久了都不换换口味 那也比你强 你从来就没有个口味 久了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呀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男人呀 不可能 不可能 什么不可能啊 什么都不可能 快睡吧 明天要早起了 明天要早起了 一个鸡肉男 鸡肉男 你想摸进鸡肉男的干啥呀 好呀 干啥呀 好呀 别闹 是不是 三八先放好了啊 腿一定不能过来 好吧 你看 你看 上总 他们包装厂又涨价了 这是许总他们给我的 说等您回来让您签字 他们拿来让你给我签 你就拿来给我签哪 拿走 上总 我今天那个谈那个 记得上次开会的时候 我说过包装盒的事吧 对 说过 我们药品厂又的包装盒 他们每个涨了两分钱 你们采购部把这样的合同 拿来也给我签呀 要是你们采购部 这么干活的话 那就别干了 赶紧回家 花钱买东西谁不会啊 我还要你们采购部干嘛 我们厂里一个月 要用这样的包装盒 四十万个 对吧 对对对 一年就是四百八十万个 你算算每个涨两分钱 是多少 九万六千块 你们还拿这样的合同 来给我签字 行了 出去吧 好 好 哎 你拖一个那么大的心底箱 来干嘛 来装修啊 不住这儿 怎么准时交工给你 我看你这样 是无家可归了吧 你猜无家可归 我只想早点做完早点走 怎么 你以为我占你便宜啊 你会这么好心 你想怎么样 库房在哪儿啊 能住人吗 的确有一个库房在后边 用来堆东西 当然 像什么老鼠啊 蟑螂啊 也都住在里面 你住进去还挺合适的 是属于窝啊 真不知道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 如果是的话 你下辈子别让我见到你 你放心 下辈子啊 你打的灯笼也找不着 跟我来吧 就是这里了 你自己看看 是有一些脏乱 我不管啊 反正你要是觉得能住 那你就住喽 喂 爸 喂 舅舅啊 晚上跟爸爸一块吃个饭吧 今晚 我哪有时间吃饭呢 我酒吧正装修呢 忙得热火超天的 跟爸爸吃个饭用不了多长时间 人是铁 饭是钢 对吧 你越是装修忙 越得吃饭 你要真没时间啊 爸爸过去找你去 行 行 行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了 那晚上见 好嘞 晚上见 好嘞 干嘛 叠一顶帽子有模有样的 尹夫勒 别只顾着收拾你这小屋 你可是来给我打工的 别忘了 你脚没事了吧 没事 我一会儿 Kimchiler 好 我等一下过去取东西啊 你要没地儿放的话 就放到我家吧 得了 我现在要找到地方了 那行 那我给你拿过去 好 等一下见啊 我们接受王总的项目 才发现 如果这个项目 需要继续进行的话 可能需要投入大笔资金 为什么 因为之前的这个项目资金 并没有完全投入到 这个项目当中 所以 好 我知道 你让我考虑一下 你先出去吧 好 我就不敢这么轻易地放过 这地方能做实验室吗 是乱了一点 但地方够大 对了 你一会儿回去 能帮我取点原谅吗 好吧 谢谢你 老这么支持我 嘴上在抹了蜜似的 走了 晚点请你吃饭 这还像个求人办事的样子 晚上整点用菜啊 怎么样 你酒吧的事 还在弄啊 我为什么要放弃啊 我就是想不通 你何鬼要开什么酒吧 瞎挣的什么呀 明明知道前面的路是个坑 你非要往里跳 当初 您也是一点一滴地 把容纳建起来的 也不容易 您不是也挺过来了吗 我那时候跟你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舅舅啊 爸爸了解你 从小到大 我及时反对 最后也是顺着你 没事 开酒吧你可以啊 玩玩就行了 我不是玩玩 你说你开酒吧 能挣几个钱 那是事业吗 为什么不能是事业 我说你怎么就不听人劝呢 当初 当初 你要跟妈妈离婚 多少人劝你 你听人劝了吗 这是聊马事 你不要把这事 往那上面撑 这就是事实 舅舅 爸爸都是为了你好 我知道我说这话 你不爱听 一个女孩子 什么都可以挥霍 唯独青春挥霍不起 我就不明白了 我开酒吧 跟挥霍青春 有什么关系 那好 我说什么你也不听 就让事实说谎吧 那恐怕对不起 要让您失望了 不知道爷俩谈成啥样了 晚上我帮你问问 你可别让老上 察觉出来啊 好像咱们俩怎么着了 放心吧 不会的 你呀是个聪明人 有些事情 有你自己的处理方式 又比我教你的好得多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但是啊 久久这脾气 你可不知道 他爸越反对的 他就一定要做 你说就拿着开酒吧的事 来说吧 一个女孩子家 她开什么酒吧呀 我倒觉得开酒吧挺好的 什么都会容大烦我 对了 这段时间你跟梵魏怎么样 这事你也要管 我不是管 我是觉得梵魏这孩子挺不错的 她好像挺爱你 你是不是能够考虑 早点跟她结婚呢 等你的青春挥霍完了 到时候再回来找真爱 那可就晚了 您不觉得您跟我谈爱情挺可笑的吗 当初 我想你也是真的爱妈妈对吧 可最后呢 你把她的青春挥霍光 不是又找了一个比她更年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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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西拿着 谢了 挺丰富啊 涛队 你在人家那儿做实验 那大小姐同意吗 我白天帮她装修干活只收一半的价钱 晚上在她那儿做实验 还有人帮她开门呢 你说她不同意 嗯 我说啊 这两天我过去帮你弄的 那么多活 你一个人哪干得过来呀 不用了 等你休息再说吧 这样 后天呢 我休假了 我过去给你打个下手 好 我说你也真是的 你花钱帮我装修什么房子 你看看把你自己弄成这样 这叫因祸得福 要不然我怎么能找到那么好的地方 去做实验 对吧 实验怎么样 还行吧 现在还在找那个 培养的温度 现在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烦死了 嗯 注意点安全 别给人家房子弄着了 你要把人家酒吧烧着了 咱可赔不起 不要乌鸦嘴行不行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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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啊 能不能过来 陪我喝一杯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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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能把你弄哭了呀 我想妈妈 都那么大 想妈妈为什么要哭 真是的 我想好多女朋友见过她 我 我对她最大的记忆就是 她离家之前 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哭 我以为 是我太淘气了 惹她伤心 后来才知道 其实是爸爸在外面 有了别的女人 在我初遇的时候 有一天她来学校找我 她绑着我哭了 忽然 忽然 我就没有再见不来了 妈妈离家以后呢 我就住校了 自己照顾自己 爸爸 我很少看见他 因为他很忙